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讲了泰王子东讲他信 没有没有没有 我在讲一个民粹领袖 就是农民拥戴的一个腐败的民粹领袖 跟阿皮石这么一个工业精英 这么一个形象 当然这是人家他国内政 咱们不能乱说了 但是刚才讲到 如果有一个人穿了不明身份的衣服 向军队开枪 从后果来讲 他激化了目前的这个政治局势 那谁最获益呢 那很明显就他已经信 在我们以前的讲法 就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 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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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还逛什么香港连卡佛吗 对对 我不禁想起那天文道跟我说 说我们香港人都拜佛 我说拜什么佛 连卡佛 对对 他信原来跑到这里是拜连卡佛的 对我们信的是连卡佛 这佛是我常常做 但泰国那佛 玉佛要四面佛 不一样 因为泰国呢 它是个佛教国家 而且泰国的佛教也是有点政治化的 就是他的佛教 因为整个国家都佛教化之后 他必然会出现什么情况 就各种等流的佛教都会有 嗯 等流 就比如说有的佛教就很正性 很清修 有的佛教很学术 有的佛教呢 就是在民间 好像变得特别民间习俗化 比如说那边有些高僧会表演啊 烧烧烧烧红了一锅油 整个人站进去 出来没事 真的啊 对的表演这个 然后那锅油 大家拿回去当圣油分了 也有这种 那还有一种是搞政治的 就是特别受恩尊敬的一些 会被泰王撤封为叫僧王 就是僧人中的王者 而有一些大德呢 就连泰王本人去见他的时候 都要向他跪拜的 那所以泰国也有一些出家人啊 他会在某种关键时刻 政治里面他也会出现出来 他有没有宗教领袖 有啊 就那个僧王嘛 但是也还是在国王之下 很怪 他又不完全是 这就是世俗权利 他的政教 他的政教分离吗 是分离的 政教分离 但是因为整个国家奉佛教为国教 所以呢泰王呢 也要对这个 呃 说是泰国 你到曼谷那儿 他有个景点啊 就是这个泰王捕灭棚 多少年前 四吨黄金 用那种雷射激光技术 在大山上雕出这个佛来 对 就是光耀四射 所以他们讲啊 泰国这个佛国嘛 二次大战的时候 这儿打仗也就打了一天 他没打 就基本没打仗 他跟日本合作的 泰国是啊 是当时整个东西 唯一跟日本合作就打 他没事 所以他你从来没被指引